各地方政府都注意到 人口老化的问题 台中市105年起 推动老幼共学 结合学校资源 鼓励老人家 终身学习 还有社会参与 像是台中国小 他们以陶艺教学闻名 每个礼拜三 都会开放陶艺教室 让长者一起学捏陶 两只拇指靠在一起 我们现在是拉胚 拉好之后 它还会有修胚的动作 陶艺老师的作品长这样子 我们发现这组很厉害 因为他们做的成品好像 怎么做得这么好 因为我的老师很厉害 老师在这里 你做过几次啊 很多次大概有七八次 有这样的完成品感觉 很欢迎 现在向上自己做这个 感觉很新奇 拉胚完之后要来捏陶 这个作品叫做 祥师宪瑞 廖爷爷已经90岁了 他现在做阿咒了 可是他今天来捏陶 爷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狮子的棕毛 阿公你觉得重道跟做这个比起来 哪一个比较难 都一样 都一样 重道比较难吧 不会吧 为什么 因为重道 重三四十年啊 那下次还有活动你要不要来 有什么 孙子会年轻啊 叫阿姨参加啊 孙子叫阿公一定要来 阿公就要来 学校一学期大概在十场 老幼共学的活动 台中市已经有六所小学加入世伴 平均一年三百位左右的长者一起参与 不过阿公阿嬷也不是没有贡献 他们要教小朋友茶道 倒茶的时候尽量不要跨过茶叶 表示对我们刚刚泡的茶汤非常尊重 我学到品茶的方法就是第一个 你把杯子拿起来之后 先闻香 然后看一下茶汤的颜色 再喝一口 好香哦 很甜 对啊 对 因为它有小绿叶虫咬过了 每一张桌子都有一位种子老师 这个位置叫做茶人 旁边这一位叫做茶侣 为什么大家品茶这么安静啊 因为它也是一个生活茶 那茶就是一开始就是要把心给静下来 黄小弟他们家平常在南非 如果是喝茶是喝茶包 就在台湾才是喝茶叶嘛 你学到这个喝茶步骤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要喝茶之前先闻一下 然后喝完再闻它的杯底 它的香气会不一样 那我们如果要端茶给别人 是这样端过去吗 不是 这样推的 这种跨世代学习对老幼都有帮助 饮法族可以贡献自己的专长 学童子可以培养关怀尊重长者的态度 让这个城市对老人家更友善 而屏东的做法是积极增加安老建设 屏东县目前的总人口为83万人 而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126553人 占了15.13% 而有鉴于此呢 目前的屏东县政府呢 积极的建构在地安老建设 而你可以想象吗 我现在所在这个位置 在四年前它是一处废弃的脱钓场 而现在已经成为了高龄照护中心 走进照护中心 时间是下午接近三点半 每天到了这个时候 阿公阿嬷们不约而同 一位接着一位走了进来 睡饱了午觉 笑脸迎人 老人家们来到照护中心 除了画家常之外 聚在一块当然还要来个趣味互动 考验图像记忆力 透过翻牌 动动脑筋 降低失质 老化风险 按照数字顺序 比对颜色丢牌 脑力激荡对老人家来说 脑袋响的 眼睛看的 手里抓的牌 可都要注意力集中 阿嬷 你现在知道要出什么牌吗 我现在没牌吃了 我要出牌 你放你的牌 好吗 我的牌 我的牌是跟看起来是不错的 来来来来 祝福大师见到了 好 谢谢 游戏结束 接着集合 老人家们聚在一块 动动筋骨 再回来 四 很好保持哦 吸气 吐气 五 阿公阿嬷努力练习 听着运动指导员步骤 训练激励 肩膀注意哦 三 你嘴没打开 有什么 是 是有耶 来 继续 也有阿公训练手臂 肌耐力 很好 来 鼠大声一点哦 肚子处理 漂亮 所以我这边是提供机器的 比较高强度的重量训练 提供他们提升肌力和肌耐力的部分 那进了提升他们在生活上 容易被忽略的肌群 这位长辈还会画画 对 你看画得多细致哦 奶奶 谢谢你们 OK 阿嬷画得好漂亮哦 谢谢 好假 谢谢 那我们这边就是会让他们学习一些手部的功能 包含拼布 缝线 让他们回去自己扣子掉了也可以自己来缝 即使是失能的长者住在机构里面 我们都希望他能够有尊严的生活 所以我们推动所谓的三部政策 就是尽可能不握床 尽可能不包尿布 尽可能不约束他 因为这样的长者其实还是有办法 透过一些专业的一个协助 让长者可以自主的一个生活 屏东县落实多层级照护 县长潘孟安认为 安居大社区政策 要吸引宅在家的长辈走出家门 乐临乐活 老幼共学里面是一个大概 我们大概如果思想 总共老人家 不管他是有点失智的亚健康者 他看到小孩子 他总是满心的喜悦 小孩子看到阿公阿嬷 他会懂得尊敬 这种家庭伦理的建构 我们屏东最大的特色 有别于其他县市的特色 是我们比较走 连续性 复合性的 一个全人的照顾 透过世代融合 现在老幼共学的课程 在台中市 已经有六所的小学 已经开始推广了 你可以看到 现场的长者 他们透过手做特色课程 教导小朋友如何制作 操贵和安居贵 耶 轻轻的压轻的压 轻轻的压 压到旁边也压 捏皮搓揉塞入压模 轻轻敲打模具 将昂谷柜敲出来 很好玩 因为平常都不能驾课 所以现在可以很好玩 这阿嬷教你 对 好像回到小时候的时候 回到小时候 小时候自己学 阿嬷他们教我们做的时候 另一群孩子也在长者 带领下学习包操贵 乐林阿公阿嬷们 用双手呵护孩童 蒸完的食材 老少们一块分享 老年人在其中 沉浸于这个教学 你看到他们的热情 不输老师 那你也看到小朋友 对我们这些老年伙伴 这些热林人士的尊敬 从其中发现到 他们很辛苦 勤学的一面 老幼都从中得到了意义 用大舟 大舟 老幼共学 社区共好 阿公阿嬷教导学童一块唱 台语民谣 阿嬷 书法怎么写才好看 心静下来 不要想别的 就是要专心 学童专注看着阿嬷指导书法 一笔一束 慢慢地写出公正字迹 教他们是像 教自己的舌那一样 他们很好写 传承传统记忆与文化 注入学校食农教育 书法艺术扎根 长者与学童 从密切互动中 搭起双银桥梁 老幼共学 孩子乐在其中 长者绽放光辉教育 展现跨世代 生命交流 这是我做的阿福贵 TVBS新闻 王富华 蒋志伟 采访报导